創意比財 盡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起伍長 我是黃培 所以我一直跟你談 我說其實這個地方的一個架構 它有它相對的風險 不管是台股 或者是美股的部分 當然現在明天5月10號 大家會關注說25% 是不是真的要執行 其實我個人認為 這個部分或許突然又有變卦 沒有執行 利多談強掌 一個消息利多來強掌一樣 我認為它還是會往下 如果沒有 那沒有要直接往下 因為它這一波的拉回 我認為它是一個漲多 然後技術面的拉回修正 當然是藉一個消息來往下打 可是如果說 其實之前有很多利空 它都打不下來 籌碼看在誰的手上 籌碼看在誰的手上 當然這一次 這個利多好像感覺有那個力道要打下來 其實那個都是找理由 那都找理由 它漲多了一個結構完整 它自然會掉下來 掉下來當然會有一大堆的消息 順勢往下走 如果說這個消息突然又有變卦 明天5月10號 不是之前講的這樣 不是25%取消了 或是改變什麼 一樣 那個有一個短線的利多 彈上去一樣 那個結構你不要以為又要往上走了 沒有 我認為它整個還是要 針對這個脈動 這個期貨 大盤是從204上來 我說這個脈動是走完 要先針對這個脈動做修正 期貨的部分是從10162上來 做修正 我之前 我這一段一直沒有標為什麼 可是如果說它是一組 好拉回 當然這一組結束 要針對這一組修正 這樣的幅度就比較有限 前面那個結構 有麻煩在那個地方 差不多前面這個結構 9305 我說這個地方它有個 它是一組這邊整理 然後這一個九波格局完 那就糟糕 那12345 這5裡面就是12345 那整個就是從9305上來到 11094的大全波段修正 那是更不得了 那是更不得了 所以我一直跟你談 然後一直跟你談到 說其實它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確實真的是有它相對的風險 那它今天重挫快200點 你等它重挫再說 盤不好 怎麼樣 我說那個是來不及 你要在之前要先研判出來 尤其是在前天 5月7號 等於5月7號那一天又漲了90點 大家都認為說 美股沒事了 一個消息片打開了 沒事整個漲回去了 漲 跌400多點 500點變成跌66點 所以那一天 前天 我相信檯面上很多老師 拚命的帶你去買股票買股票 好機會 好機會 投資朋友不用老師帶他 自己也拚命去搶 致命 那個是致命的關鍵點位 那一天 我說那個關鍵的時刻 你要用心掌握 一定要很積極能夠把它 研判出來那個方向 那目前你看 你仔細看這一天 5月7號就前天 這一天 那天漲了90點 以為說沒事了 這個黑棒 隔天大漲回去 幾乎都漲到上面來 我說他就漲到讓你不敢空 漲到讓你不敢空 有沒有 我們就是在那一天 開始翻空操作 我投資朋友 那個是很自盛的關鍵那一天 那一天是非常非常 如果那天很多老師帶你去買 跟我那一天趁高檔 帶會員去把它放空下來 一來一回是差很多 尤其是你看今天 這一來一回差很多 投資這一來一回差很多 我們是不是一直在空 投資那個盤勢非不得已 我不會去放空 個股的部分 當然齊全會多空操作 那個另外一回事 個股的部分當然做多比較順勢 一直也在做多 投資一直也在做多 這上來我們從來沒空過 也從來沒有空過 前天開始 前天開始5月7號 開始翻空 個股也翻空 個股也翻空 目前當然看來是對的 大獲全勝了 這兩天而已就大獲全勝 兩天而已就大獲全勝 個股空的話 要盡量空一些量比較大的 空一些量比較大的 他不會那種亂亂掃那一種 事實上我們是選了四檔空操 也是大獲全勝 而且那個跌幅都很大 今天這個跌幅都很大 個股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指數的部分 昨天特別跟你再確定 我說這個結構大概是長這樣 之前是有兩個結構在追蹤 其實到5月7號那一天 待會兒就一直判斷 應該是這個結構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在上面都一直都是在 早點在佈空單在佈空單 當然有搶短多 可是那個都搶得都 我說這個我們都應付得很好 都可以賺錢 幾乎每一筆單幾乎都賺錢 大賺小賺都是賺錢 齊全的部分 我說盤越來越精彩 你跟上腳步來有大錢賺 那事實 投票有事實 這5月6號的這個結構 那是日線 先追蹤這一段 前面這一段我放在心裡面 投票前面這一段我放在心裡面 好 那這一段1016上來 我說這個結束了 11094 他要針對 至少先針對這一段做修正 那天到821 對不對 那他到821彈上去 我說彈到這個地方 他很有可能從這個11094開始 開始往下起跌對不對 一個1 那彈回來2 這個2都彈得很高 所以這個很有機會就是怎麼樣 整波脈動下跌的最後空點 這個都不是今天講的 這都不是今天講的 這都是在5月7號那天講的 有沒有 我說他彈上來 你不要誤以為沒事 5月7號 5月7號目前看來 就是一個致勝的時刻 投票你看我們個股的部分 你看這是5月7號 5月7號那天大盤 盤勢很強 我們先看這一張 這5月7號尊榮會員 特別會員 普通會員 雙股會員 單股會員 全部的會員我都發在口訊 在快要11點了 那時候帶大漲 投票5月7號你記住前天是在大漲 我說目前盤勢很特殊 很多人那天拼命去買股票 我一直在思考評估 準備怎麼樣來放空個股幣型 準備要來放空 這從這一天開始放空 我們就從這一天開始放空 那四檔股票也是那天開始空 那事實你去看 幾乎都空在最高然後開始下來 幾乎都空在最高點 然後往下一路打下來 而且跌幅還算重 頭部那個跌幅還算重 先回到齊全的部分 好 我說這個點對不對 好 他就從99又打到841 昨天又彈回來 這一條軌道沒有越過 他可能直接就變成說 1 2 然後3次1 3次2 3次3下來了 或是說他1 然後ABC 然後第三段開始下來 都一樣 昨天特別跟你談到這一點 我說他大概 昨天跟你談說大概今天 應該那個結構就很明朗 果然今天就整個往下打下去了 一個大黑棒了 頭部這個大黑棒下來了 如果今天再來分析那個叫馬後炮 我說你要提前去評估 判斷出來 你才是大贏家 你才是大贏家 對不對 昨天5月8號 今天就下來了 今天這個等下再來談 你看頭部這個883已經跑到這裡來了 這裡本來好像還 這個883已經很高 表示這跌很深了 已經拿到716了 今天拿到716了 好 這個結構 這是小時線 接下來我說就是要針對1016下來 這五段走完 針對這個脈動怎麼修正 當然怎麼修正 你還是看他跌下來的整個完整性 另外可以從這個細微脈動去抓 他是下來到哪個地方 可能短線有支撐 可能短線會反彈怎麼樣之類的 那個就比較更細部的東西 這個比較更細部的東西 食物操作你看 昨天就跟你特別談到 昨天 昨天那個盤不太動長這樣 其實我一直掛空單 有的沒有成交 有的有成交 到最後尾盤 我一樣全部把它改市價 做空一筆流倉 還是要空 也要空 昨天這個盤我說跟之前就不一樣了 已經拉不上去了 已經拉不上去了 有沒有 那拉不上去我當然是要空它 今天就跑到716了 今天就跑到716來了 這昨天5月8號 拉進來 我本來掛一個比較高沒有來 改10930上下5點做空一筆 930 上下5點 這個當然到那邊很多會員就拚命掛 如果沒成交你就自行改價 因為它那一波最高就到929 929 1.03分 這個是11點51分 11點51分 快12點 這11點51分 這一點 一個小時過去 它最大來的929 930上下5點 我們都在925 都在925空 好拉遠 925空 你沒有空就改市價 另外安打掛一個比較高 不好意思沒有成交 沒有成交到最後尾盤1點40分 昨天還是改市價做空一筆流倉 還是要改市價做空一筆流倉 10896沒有關係 還是要空 就算10896還是要空 等於我們在做單 做那個不管是做空做多 那個流倉 那個流倉 當然當初勝率最高 那個是沒有流倉 可是我們在流倉 那個流的方向之精準 等於那個流的方向之精準 有目共睹 流多單 流空單 流倉的那個方向之精準 相信會員都點滴在心頭 這都公開操作 流空單 空單流倉 好 今天又掉下來了 對不對 今天就直接打到10716了 重挫 或是重挫 大盤重挫200點 當然這我補的比較快一點 這邊9.58 這個齊特跟齊補 補到780 補得很早也還有將近150點落袋 還可以賺到將近150點 也是一個小波段 至少還有將近150點 145點落袋 安達補得比較差一點 安達稍微保守應對 這個也有將近150點 145點落袋 對不對 那就先空手 目前的架構 當然這5月10萬明天 會不會有什麼特殊消息 可是我認為那個都是提供 另外一次的好的買賣點 你要做對方向 通過你要做對方向 我說盤越來越精彩 盤越來越精彩 我說你跟上腳步來 沒有讓你失望 有大錢賺 通過有大錢賺 那個大行情我們都可以掌握到 通過那個大行情 我們都可以掌握到 這是齊全的部分 我說你認同理念的 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這些都跟你談到說 這個地方有它相對的風險 言由在耳 不是在那邊馬後炮 都不是馬後炮 今天這根重挫 一切都在掌握中 一切都在掌握中 昨天就跟你談到了 我說打下去那一段 要不是 這昨天在這裡有沒有 我說打下去那一段 要不是1ABC2 然後這個就3 就等於1 2 然後3 3速度快 要不然就1 然後2對不對 然後3-1 3-2 3-3這個也快 昨天就跟你談這兩個架構 我說壓著那一條 那個下去就是3-3 要不然就第三段 都是快的 通過都是快的 今天果然就很快 重挫 來到10716 來到10716 等於是全面性的 所以我說你現在這個地方 你做出方向 很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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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做 那個方向感要有 那個方向感要有 目前這個結構大概成型了 接下來就是 細微的脈動 怎麼樣去掌握買賣點的問題 這齊全的部分 通過這齊全的部分 針對這個脈動修正 你要怎麼修正 對不對 我說你這個結構要把它釐清 結構把它釐清 自然勝算就高 你跟上腳步來 我說有大錢賺 不誇張 行情真的是越來越精彩 行情真的是越來越精彩 我說只有出色的夥伴 才可以幫助你怎麼樣 看到遠大的紅圖 這不誇張 這整個脈動 我們都掌握得相當好 你認同理念的 不要猶豫 對的事情你就趕快去做 認同理念的 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好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來 通過個股部分剛才這一張給我 我說這個抗訊 價值 這個動作 5月7號那一個致勝的時刻 那真是價值肥錢 通過那真是價值肥錢 就是在前天 前天我相信很多人搶著 搶著要買股票 沒股指紋 沒股指紋 我說好戲在後頭 好戲在後頭 那一天一直強漲上來 你要去逆勢把它往下做 也是違反人性 那個都是怎麼樣 你一定要很冷靜 很冷靜的去評估 這個整個盤勢的架構 我說你要有那個眼光看到後來 不是只看到當天 當天漲90點 你看所有老師那些嘴臉 你看我就跟你說沒問題 一直往上漲 整個又要攻那裡去那裡去了 那個都是怎麼樣 眼光都很短淺 那事實證明 搞不好我們對了 搞不好事實證明 我說你看一個老師 一定要再看一段時間 很多老師在鼓勵都捨出來 講得頭頭是道 結果胡鬧 胡鬧 就是胡鬧 就是胡鬧 對不對 看掌說掌 看跌說跌 然後看盤勢間掌跌 又怎麼樣 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當然現在也都 反正拉回拉回找 我說他有他相對的風險 他有他相對的風險 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如果你有沒有抓到的話 你之前賺再多都是 到最後都是沒有 都是沒有 一個很重要的轉折的話 你如果沒有抓好 到最後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個市場比氣場 要長長久久 投資入百就長長久久 一個有實力老師 那個絕對不是靠運氣的 運氣都只是一時的 因為之前大多都上來 你怎麼講怎麼對 你怎麼介紹怎麼對 現在的見真章 要看真本事的 要看真實力的 對不對 有沒有 5月7號開始空的 好 那空了哪些個股 3406億金光 我說這一組已經 五段已經很明顯 五段很明顯 他一個離波 大概就有這一段下來 5月7號 投資你看5月7號空的 那個時間都是在尾盤的 那個都大漲的時候 放空 郁金光 3406改市價放空 我本來掛一個更高 430沒來 他那天最高來423 沒有來好 我12點49分改市價 12點49分改市價放空 他剛好正在衝 這個是50分 421 421 一直衝 有沒有 你自己看他一直衝 一直拉 一直往上拉 假象 空 空了以後的郁金光 好不好 你自己看 今天得9%他379 可不可以今天得9%他來到379 這邊是421 421空間兩天而已 今天379 做空可以賺錢 可不可以 什麼時間點空 我說非必要 不會去放空股票 非必要 這麼久了有沒有去空過也沒有 確實 有沒有去空過也沒有 這麼久有沒有去空過沒有 你看那個精準命中 那個5月7號就開始翻空了 漂亮 漂亮 那一種至勝的時刻 不是很多人可以看得出來 你自己看 你自己去回想前天那個盤 沒股沒事了 整個大漲了 對不對 我是很冷靜的告訴會員 他有他相對的風險 我一直在評估 應該是要做空 應該是要做空必險 那事實大獲全勝 投課事實大獲全勝 郁金光對不對 好 跟你談到6462的神盾 有沒有 我說這邊一組 這邊一組 這邊一組 三 四 那應該至少還是這一組 還要下來 至少這一組還要下來 有沒有 6462的神盾 我掛265空 那天最高264 那當然265附近空 有人就空 沒有空我改市價 就算改市價還可以 沒關係 這個地方一點多 一點十二分改市價 沒有成交改市價 還是可以空到258 沒關係我們就當258 很多人可能手腳比較快 空264 263.5的263 不管 258 258就258 可不可以今天神論打到幾乎 差一檔跌停 今天神論打到幾乎 打到234.5 打到234.5 6462的神盾 你看我們選的這個空單 速度快 有沒有 一個重挫黑K棒就下來了 有沒有 那是基本的 我跟你談到 我說那基本要往下走的 6462的神盾 對不對 6462的神盾 我選的空單的股票不用多 因為這個有價有量 有價有量 像這神盾就三種 會員就空這一檔 不要選了一大堆 難管理 那玉金光就兩種會員 中文會員跟特別會員就空玉金光 神盾的話 特別會員跟普通會員還有 單股會員就 全部都空神盾了 就比較有重疊性 因為股票不用太多 我從頭到尾就選這四檔股票做空而已 四檔而已 股票要不要很多 不用很多 一樣可以賺大錢 你這個有價有量 而且可以空得到 不要搞那些有些沒有卷的那空不到 眼巴巴的看著他有沒有用 沒有用看得到吃不到 這都很多卷的 你愛空多少有多少 你愛空多少有多少 對不對 6462的神盾 有沒有今天打他快跌停 三四四三創意 我說你不要看他這個疊成這樣 這個叫下降旗形 LightEd還有 那個群組還能跟我揮啊 老師那不是下降旗形 他是上升的啊 他是下降旗形 下降旗形 他是往上飄的 所以又叫做上飄旗形 這是形態學裡面的 他方向是要往下走 叫下降旗形 他的形狀是往上飄 所以叫上飄旗形 這叫下降旗形 下降旗形 方向是要往下 方向是要往下 三四四三創意 5月7號 頭部你看我空都是在5月7號 5月7號放空創意 11點42分 市價放空 11點42分放空創意 這43分 219 219 好219空 好空了以後 接203了 可不可以賺錢 可以賺錢 頭部這個一來戶回 差很多 你5月7號去拼命買股票的 你今天是大受傷 頭部今天是大受傷 對不對 到203日 還有哪一次 逸華電 這周縣這一檔股票 這個我 我那個技術班就有講 我說這個高點 可是高點要不要 這個下來要不要追 不用它有一個V波反彈 這是周縣 最後一段是836上來 836在這裡 也是五小段 好一個A 這個V上來 這個最後空 很多人會去買這裡 很多人會去買140幾的 那個逸華電 剛好買在V波的反彈最高 剛好買在V波反彈最高 這個在我技術班 4月2 這4月12號就畫 把圖就弄好了 4月21號上課的 這是周縣 那這是日線 日線它最後一段漲 這樣一個A一個B 這整個就C下 也是空它 空它逸華電多少 1點14分空它 144 空它144 我本來掛150沒空到 空到144 改市價空144 144可不可以 可以 今天多少 今天快跌停 搭一擦一檔 127.5 127.5 6552的逸華電 差不多6552的逸華電 很多人會去買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 昨天還有很多老師在跟你講 頭部 昨天還有很多老師在跟你講 逸華電怎樣怎樣 我說那個結構會告訴我們 我說它基本面有沒有變 沒有變 基本面都沒有變 那你就是要靠技術面來操作 因為它整個價位已經差很遠了 對不對 很多人會去買在這個地方 6552逸華電 說多好多好有沒有 套了 套很深 今天打到快跌停 頭部今天打到快跌停 那是一來一會差很多 你去買140幾的逸華電 跟我去空144的逸華電 一來一回差很多 我賺17塊錢 你賠17塊錢 對不對 一來一回差很多 有沒有 我說很多人會去買這種 像這種3141的 這種驚鴻 都很多人會去買這種點 奇怪 這個點可能不敢買 拉回沿路一直買 或是說這個轉強去買 都買在這種反彈的最高 你這個結構都要釐清 都常常去買這種點 31989的景碩有沒有 都買這種 哇 拉兩三根 趕快追出去最高 就打下來 這一來一會差很多 都是買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3189的景碩有沒有 3363的 都是買在這種反彈 都買在這種反彈 820的情城 都買在這一根 這都不行有沒有 有沒有 3552的 這個都技術官在講 我說是彈上來還是要回來 還是要回來 有沒有 很多人什麼產業選股的 選在這個地方怎麼會對 這個地方產業選股怎麼會 這個哪有什麼產業選股 頭部這哪有什麼產業選股 8038的什麼長遠科 買在這個地方有什麼產業選股 太多了 頭部有太多了 那個都是沒有實力的老師 然後吹牛 那種吹牛老師 你再看一段時間 你就會發現很清楚 頭部我們中規中矩的操作 中規中矩的操作 沒有什麼花俏 我說你這樣才可以真正的賺到錢 認同理念的 歡迎你跟上腳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跑爪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抓腳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波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今年多年波浪理論 從窗進化波浪 更省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跳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金鐵線02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搶頭部 又輾到這人手 運搭頭部 浪空用到這人 今天請身裝運搭頭部 Ap 你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明師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将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阵部消防署关心您 嗨 大家好 我是汪子曼 于是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 在国道上 小行车请将速度除以2 大行车请将速度减20 进入雪山隧道时 与前车保持两个细行线 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霜的距离 就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 大行车则需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 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 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 欢迎到节目下 投尔说这个整个磐式架构 大概现在都在我们的掌握中 你跟上脚步来有大钱赚 那个结构你要把它理清 很重要 投尔很重要 我说只有出错伙伴 才可以帮助你看到远大的宏图 认同里面的 投尔尤其是齐全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 行情越来越精彩 投尔行情越来越精彩 跟上脚步来 跟上脚步来 那个股的部分 一样 我说你要精选 要精减持股 才会是真正的赢家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 飞机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波浪有语效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今年多年波浪理论 球创进化波浪 更省波浪 宛如阿基米格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要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金车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头顾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后面弄在家啦 吉日起身装运达头顾 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 APP 货电02 227810909 27810909 阿孙子啊 这不是你为我 唱得这么高兴 是啊 因为看到阿公 每天都很开心 我就参加 政府基盘的 话题这么粗糙哦 哦